米卡成长天地 米卡好宝宝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 三项全能比赛 好 那老师先来讲一讲规则 比赛一共有三个挑战项目 首先要顺利走过平红幕 然后连续拍五下球 再把球投进球框里 最后拿到小红旗 沿着这条线单脚跳回来 大家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小鹿老师 咱们赶快开始吧 别着急 我们先来抽签 分成两组 每组三个人 好 莉莉 丁丁 米卡是一组 妞妞 皮皮 洋洋是一组 注意啊 比赛时第一个小朋友要回到起点以后 下一个小朋友才能出发 最先拿回三面小红旗的组获胜 知道了吗 知道了 老师喊开始之后 脚才能踏上平衡幕哦 预备 皮皮 小鹿老师还没有喊开始呢 皮皮要遵守比赛规则哦 哦 我知道了 预备 开始 họ 给你 不 因为今天 不是 不算,不算,杨阳犯规了。 小陆老师,比赛的规则是单腿跳回来,但是杨阳刚才跑了几步。 哦,杨阳是这样吗? 我,我,我有点着急,想追上丁丁。 杨阳,制定规则就是为了让比赛更加公平。 如果我们制定的规则却不去遵守,那对其他参赛的小朋友来说是很不公平的,对吗? 嗯。 在不公平的比赛中,即使得了第一名,也没有意义,只有在遵守规则的情况下赢得比赛才是真正的第一名。 小陆老师,我懂了。 好,我们大家再比一次。 这次,我一定要当真正的第一名。 游戏比赛真热闹,比赛规则不能少。 赛前限定好,时刻要进了,真地也要少规则。 公平比赛最重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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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平函高卧只要进了, eben刚的课程是变赛的名